双拼是吗 对 双拼房 我就想在豆姐来看一下双拼房 现在是在双拼房的一侧 我给大家简单说一下 这边就是进门的地方 我们待会过去 它的车库是在后面的 它是个双车库 哦 双车库 我们走过去看一下吧 好 它最大的特点是 它把后院全部利用起来了 然后它就连起来了 然后它这边又等于是 多出来一点面积了 因为车库跟二楼 或者二楼这个地方 它等于把它连起来 面积大一点 反正就是说那么大的地 看你怎么折腾了 这挺有意思的 对吧 就是它满足不同人的需求 就是说我不想要后院 但是我要黄子大一点 对吧 因为这么大的黄子 如果按照正常 可能只能盖一千三百多尺 但它这个盖成一千七百多尺 OK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它把这个院子 楼上给用上了 我想跟大家解释一下 豆姐你发现这两个 从外观上看有什么不同啊 这好像更宽一点 这家 这个地方好像是更 他们家好像是更 就是更窄一些对吗 这个完全是一个视觉的感觉 视觉的哈 为什么呢 这个其实是一样的 它只不过就是把这个房子 往外突出来以后 把它整个利用起来了 但这个呢它做了阳台 哦 所以说面积是差不多的 只不过从视觉上就有一点差别 看着这个好像大一点 对对 对其实这个反而更大 因为里面的房间它 所以它凸出来了 对 对 这地方 哦 明白了 哦 等于它 它就从 都当成房子了 对对 这这这这 就是这一片都是房子了 都当成房子了 哦 明白了 所以它面积其实更大 更大了 好 对我们就进来看看这一户吧 这个我先跟大家说一下 这个双拼呢 它是一千七百二十五尺 它的起价大概是四十二万六千九百九 嗯 好吧我们进来看一看 我们现在就走到这个房间里面来了 嗯 它一转弯的时候呢 可以看到它这边就是一个吃饭的区域 嗯 因为正常房子的话 如果是前进式车库的话 这边是没有办法利用的 哦 因为这边是车库嘛 对吧 所以它设计完全就完全不一样了 它必须这边变成厕所啊 然后进来怎么样换衣服的地方 或者换衣服的地方 对对 因为它这个车库在后面 就完全不一样 明白 明白 这个就完全设计的不同了 这边它可以有窗户 光线一回好 然后吃饭的地方 把车库都给你占了就是 对对 你说的很对 然后过来以后 你看这个地方差不多 这个中央斗 对吧 好长啊 对 它比一般的稍微长 这边做四个人 这应该是升级了 嗯 做了一点升级 对对 对 然后这边你看 这边的柜子到顶啊 金箱 对对 小的小的小的 小的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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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咖啡啊什么的在这地方 这个应该是下地下室的 它没做装修 我们就这样下去了 那这个地下室有多大呢 这个地下室也是你看就是 它这个1700嘛 如果一分800多尺 那下面也就五六百尺 因为它还有那个锅炉的位置 所以过来以后 它因为这个双拼有个什么特点呢 它这边是靠边的嘛 所以它这边可以开窗户 刚才我们就站在外面的嘛 对吧 它这个小明可以过来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院子有多小 就是说就是你 就一个十平米 对对放个巴比克炉子这样 而且它带你做成水泥 你连割草都不用割 什么都不用割 直接就帮你把雪泥把它给出了 对对就说得很对 然后这边都很正常了 地炉啊这样的一个情况 对吧 它有点像 也不能说大通铺吧 就是还是很open很宽敞的对吧 我们现在就来说一说 两边都有阳光 对 因为它就是车库是后置式的 对对 然后这边呢 就是一个小的一个区域了 它可以放电池啊 嗯 它是这样还是利用的比较温馨的吧 对对对 对对你想想想还有什么其他设计的感觉 这边可以做个小书桌 这边做个小小的office 或者如果有孩子放个钢琴 不知道可不可以 放钢琴挺好的 放钢琴 然后我们就走过来看 正常的分离式车库 我们都知道车库和房子是有一段 这段是一段露天的 因为它这个就是一种设计 可能很多人更喜欢 就是冬天的时候 不要再走路室外了 它就把这一块给用上了 这边是一个单半侧 半侧对吧 然后小心这一个台阶 这边就是那个仅有的一点点 也是那个地章都铺掉 对对水利地 然后这边 不需要割草 对 然后这边 你看这地方也是一个厨房人 是吧 对 地上很高 因为你看这个就是正常 就是你从后面车库 就进来以后就直接进来了 这边就是挂衣服 就是这样的 其实它这里可以坐一个 比如说沙发什么 可以换鞋子什么 对对对 然后它现在住院坐了一个 像给宠物的地方 对对 就是这样子就直接过来了 这个就是一楼的一个大概的情况 然后我们现在就上二楼了 就一楼就基本上很简洁 就是客厅 那边的客厅 这边吃饭的地方 然后厨房 然后那边是车库 对 我们上二楼看一下吧 这边呢 你可以看到它这个楼梯也比较窄吧 应该来说 然后是靠一边的嘛 这样子节省 节省空间的嘛 对 如果它那个的话 转的话 它就浪费很多空间 可以看到 我们就顺着说吧 这边就是一个全厕 对吧 这也挺深的 对 四米多 宽大概 看 这么宽 宽也有一米左右 对 这边过来以后呢 就是可以说是一个办公室吧 它可以 有时用门关起来以后 也可以做一个房间一样的 对吧 对 可以做房间 对 也可以当房间 也可以这样那个 房屋 对 对 又再放床 对对 就是说 它就比较灵活 就是看你自己喜欢 都可以 对 看你自己想要把它做成 做成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这柜子都有 对 效果不错 对 然后这边呢 是主卧 对 你看主卧因为它是边上网 所以你看它窗户能多开一点 对 对吧 所以光线也很舒服 对吧 这个是正常的就八尺 对 就看你的个人感觉了 对吧 因为它这个地方就是说 它把这个 后院给利用上了 所以它这边就是过来以后 有一个这个挂衣服的地方 这边就像小明说的 就有一个小的工作台 或者化妆台 对 化妆台 对 化妆台 或者主卧的 主卧的这个厕所 入屋间 入屋间 就是两个洗手台 然后 这个它就 这个过来以后就是它把 那个浴缸没有了 变成一个淋浴 对吧 就是一个淋浴 把它对面就是个playground 对对对 我们等会儿 我们还想刚才跟大家说了 等会儿就是说 全面这个就是大家玩的地方 然后我在地图上坐 未来还有些商业街 然后小明再拍一下那吧 我们可以 等会我们还到那去 那边呢 是会建一个有管理费的 比如四层五层楼 这个楼上也是三天对吧 加着这个工 就是这个 对 这个楼上了 你看它也是 根据现在更多的趋势 就是把洗衣房放在楼上了 楼上了 这也有窗户 这也有窗户 这就是双拼的好处 对对 然后这边 它是一个卧室 反正也是中堆中堆都也很 12坪左右的 这好像挺大一点点 对 因为它好像更正方一点 对 我觉得是 这是方形的 方形的 因为这就好像感觉 更有利用的空间 我们就简单的介绍了一下 这个双拼房的情况 就可以看到 就像刚才窦姐说的 这个可以说是三间房间 因为这个是 可以作为房间的 两间 然后 这边主卧 它最大的好处就是把这个后院给利用上了 所以说在仅有的这个地的这个面积上最大使用所有的东西 它能达到一千七百多尺 对屋里也很宽敞啊 对吧 好的 那谢谢 请记得 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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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